早晨 大家好 今天是2月22日 星期易得道 早晨财经 我是你们的主持杜森 令数据变为机会让知识变为财富 是我们节目的宗旨 今天好像世界每日一觉睡起来 为什么这么说呢? 很多坏消息 逐单说 首先第一单就是腾讯 腾讯将被宠除 累及700跌超过5% 发布谣言用户主动烧1号 消息是说什么呢? 内地今天有网民发布消息 留意这是网民 你和我都可以发布这个坏消息 内地今天有一个网民说 发布这个消息 腾讯将被宠除 引起市场恐慌情绪 腾讯估计因为网民跌了5% 报了445.4% 腾讯公关部总经理 张军其后也在微信朋友圈澄清 自有关消息的谣言 张军在朋友圈表示 一个下午谣言变种很多版本 并指这个 宠除的人已经自己消号 据这个消息公布 就是说 雪球用户已清空了发言 并主动删除了帐号 在雪球上 现在已经在雪球上 平台找不到账号 是不是 大奶奶 市值这么多亿的腾讯 竟然因为网民的消息 已经跌了5% 事件你觉得是否好又可疑呢 难道我跟你说一个坏消息 在雪球或隔龙会这些平台 说一说 接着就会跌很多 所以我有理由相信 这些消息一定是大户在后面做一些功夫 就不仅是跌的 类及这个游戏股都爆洗仓潮 真是厉害 专家称无需过分担心 带低位再部署 一中游戏股在中午之后突然出现这个洗仓潮 好净跌 不论是700或者称为B站的BiliBili9626都大幅下挫 前者跌5% 后者大卸一成 游戏股暴跌 而且很多更多负面的消息接种而来 不过市场人士认为投资者无需过分担忧 反而应该代腾讯等下市低位之制 入市时机 游戏股今天遭受投资者订货 与内地传媒指出 今年内地不会再发出新游戏版号 也有消息指出内地监管当局和游戏行 要进行监管思路指导 加上由内地三大电讯商 华为等组成的中国移动通讯联合会 元宇宙产业委员会 发布元宇宙产业自律公约 提出元宇宙业部 应该蜡烛在服务实体经济 坚决抵制利用元宇宙热点 这个概念进行资本炒作 避免成为市场泡沫 消息接种而来 误到和游戏言语走 不知为什么 连结在一起 难免影响投资者的情绪 游戏股无一行免 心动公司2400同样都是跌一成 这类型股跌势也挺大 其中阿里巴巴尾团也跌4% 阿里巴巴尾团也不是游戏股 大家分清了 为什么呢 整件事好像说到无厘头 ATM近时恒指重磅股 三者今天累跌 贡献恒指225点跌幅 蒸发了3817亿 整件事大家留意 腾讯就快要公布业绩了 说回应该不是快要 应该还有一个月左右 3月23号 在这些时间里面 出这些坏消息 会不会就是先要在业绩之前 一段时间里面 做低了它 跟着大户拿回货 等业绩的时候 跟着再可以 刷上 这个不排除 当然现在 整个月 是不是很久 大家要想想 现在445 一直以往都说 400元 在一个支持位 甚至三百九十多 大家要 可能是否会 一个 新一轮的一个下跌浪开始 大家要小心 亦都会配不配合 这个 经常说 恒指可能还有一只脚呢 大家也都会留意 会不会有腾讯带动 当然 今天 大家一个焦点 是什么 汇丰 今天会公布业绩 汇丰公布业绩 当然 好消息 也都 昨天都说过了 也都 业绩会好的 大家留意去派息 如果派息 是一个 喜出望外 可能会带动汇丰再升 但是 如果不是的话 好消息 会不会就是一个 变了 就见光死 大家要留意了 但是要留意 上述的负面消息 特别是今年 不发 这个游戏版号一时 这个新浪科技 致电这个 国家新闻出版处 是相关部门 但是没有回应 没有澄清 这个也要留意 所以 这个也是 会令到 也有人怀疑 大家要留意 这些时间 最近 真的很流行 昨天 传出消息 时间是多少 约束1.40分 跌至1.55分 都是这三个字 于是 无论一定 今天 bullying 一定是 1.40分左右的高位24187到23998 弱膜就200点左右 这个刚好跌了200点 在这个很短时间里跌200点 一完之后就跌上去 所以这个很多时候一些自动程式买盘 可能已经设定了 大家留意很多时候可能 是一些鬼暑时间 因为吃午餐的时候点几钟 大家可能不太觉 忽然间大市就跌一跌 有时是11点多 有时是临收市前 几次都是 大家要留意一下鬼暑时间 当然它跌了下来 好像又没什么事 又跌上去 跌穿了24000 其实这个触发了一个 可能有时候有些程式沽盘 主因也是计计这个 这个餐饮 就是3690 好像很有部署 昨天是这个 之前是3690 接着就到这个700 市场优 这个科网平台监管会重南 所以消息传出之后 经历了这个700 错半城之后 当然9988 也不走计 跌4% 这个美团也跌4% 所以每个都跟随 ATM都是这样 累跌的了 所以这个 恒指 但最终收市又报上去 又回上去 一个下海上山 报24170 跌幅不会超过200 但也有0.7% 消息 本天飞 也都令到股民 比较惊慌 一些 现在的专家 走出来 就说 华会下市23500 当然 我们密切地看 有时未必是专家 一如与其 是一条线直落 虽然不是 但市现在确实 因为这样搞一搞 有机会在期指结算 我们看看今个月 期指结算 今天汇丰会不会掀起 另一波跌幅 还是一个反高潮 今天密切注意 汇丰以我印象没有记错 就不是收市后公布业绩 应该是吃眼倒的公布业绩 所以今天留意了 但是呢 昨天真是这个 很大的一个空军 它的沽仓 就成280几亿 280几亿 占大市的成交比率 都有20% 是近期的高位 所以这个向淡因素 大家真的要留意一下 因为呢 今天呢 就不知道会不会做事了 可能走一个大波幅的单边 昨天呢 港旗呢 就真的没什么 佛膳捉层了 其实下午左右呢 我已经呢 投向这个 外国势力那里了 因为呢 外国势力呢 昨天呢 比我想象中跌了多 这个德股呢 昨天呢 最大的波幅呢 由这个高位呢 开始四点钟呢 到到低位呢 直接跌了597点 有600点 就是 德股跌600点 那跟我有什么关系呢 德股跌600点呢 都不是开玩笑 因为呢 俄罗斯又急赛一成 德股跌600点 我经常都说 如果你们肯炒IG market 600点真的不是开玩笑 虽然我就早吃了 但都算不错 以为自己很厉害 开市一桶金 但是 那开始呢 初头呢 它弹了上去 夹了我 但是我跟着再加住 夹了这个 这个 迫着不要紧 加住 跟着跌到一个位 就想着 撿回80-200点 不错啦 80-200点有五倍的了 怎麽知道 跌了六八点 我真的没想过 因为下午睡了 下午睡觉 跌了六八点 是怎样呢 六八点 其实差不多成五倍 如果你照回按金比率 五倍的按金比率 就是三千点 哇 这个不敢想象 因为原来俄罗斯 跌了一成 欧洲主要股市 都低走 昨天 昨天又是俄罗斯 烏克兰呢 每天都局势紧张 又说升温 金融市场再次动荡 这个俄股 跌得很厉害 跌了10% 报1,251点 欧洲主要股市 包括这个 法兰克福 刚才说过 他错了2.37% 报14672 法国CAC 亦都错了2.37% 可以这么说 周围 不同的欧洲股市 都有带动了 加上国际油 加上国际油 亦都是 布兰特旗油 亦都是 升到0.59% 升了0.59% 所以 各方面 那个气氛 都比较 比较凝重 跟着之后 传出一个消息 普京 就说 今天做决定 做什么决定呢 究竟是 撤兵 还是出兵 没说 所以真是 好搞笑 好像故事连续剧 那些专家 好像 方式不死 高盛又出来了 高盛的策律师 出来说 俄乌全面危机会爆发 纳指恐怕会跌一成 另外 标普 也会跌6.2% 如果降温的话 就有5.6%上升潜力 纳指 9.6% 未到10% 如果没事 就会弹8.6% 这个 上下的下行空间和上升空间 都估计了 道指 他又没有说 所以这个 好像方式不死 但是 那些人 抽出来 当然是说负面那句 这个 俄乌全面危机爆发 恐怕会 纳指跌一成 只是这些标题都会嚇到人 另外 联储局的理事 好像很配合 又说 不排除3月 就会加息半厘 联储局 理事 鲍曼 表示 3月的议息会议 加息幅度高于0.25% 就会抱开放态度 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 FMOC 3月将举行议息会议 加息几乎已成为定局 加息幅度成为焦点 包曼 在FMOC 还有当然货币政策的投票权 他在一份预先公布的演说中表示 支持联储局3月加息 如果经济状况一如有期 当局可能要未来数月进一步加息 他又表示3月加息的幅度 会端时终于新的经济数据而定 对于加息半厘 保持开放态度 所以惹人有点担心 聖路易斯联储银行总裁布拉德 上周表示支持未来三次会计中 至少加息 有一次加息是0.5厘 究竟会不会第一次就下重药呢 大家要留意了 昨天不好意思说错了 美股实在是假期的 但是知道我都不留意美股 我留意美期 所以美期虽然假期 但是继续开市 但是早收 所以昨天说错了 不是美股 就会开了一下 就会硬收的 而是美期 美期就会 那昨天就在这个 凌晨时分5点7 5点到7点就 就关闭 所以就去早收 所以这个 所以那个 那个讯息呢 有少了令到誤会 不好意思 那么美国指数期货 其实在两点钟关闭的 那就是这个 那些指数期货 那所以那个 去到两点钟呢 都还有一点的 那昨晚收盘呢 就收33699的 这个美 美期方面 那今早呢 曾经去过呢 就最低了 33406 那现在这一刻呢 又被它弹回上去 弹了百多 那现在最新 现在8点半左右 33576 那慢慢看一下 如果亚洲区开市的时候 会不会产生下去 还是反弹回 那这个呢 美期都很大波幅 而恒指的夜期呢 就收报23962 低水208点 那现在黑期都差不多 这位的 那比较来说 我成交呢 就2066张 有单最新了 那刚刚8点多出的 普京是宣布承认这个 这个乌东 两区的为独立国家 那奴报创两年来 最大跌幅啊 那刚刚 最新8点多出的 那新浪的财经 2月22号呢 报道啊 就说 普京是宣布承认呢 乌东两区 就是 会成为 这个独立国家的了 那所以呢 这个消息一公布之下呢 卢布就应声创下 2020年 3月 最大的跌幅啊 那这个普京都够僵啊 那在2月21号晚间 对俄罗斯人民发表 电视讲话的时候呢 那卢布已经 对美元 已经跌破80了 股市 也都在夜盘的交易之中 一度错18% 看下这个2014年3月以来呢 最大的跌幅 那俄罗斯股市 和卢布呢 在2月21号呢 全球表现呢 也是非常差的 那现在他们呢 就你有你讲 我有我讲的了 西方指责 乌克兰那里呢 就团兵15万的俄罗斯啊 那但是普京就说 没有吞併计划啊 那但是他又宣布呢 承认这些 这样的乌东那个 那两个区域呢 就为独立国家 那摆明 将事件升温啦 那所以这个都 大家这个不明朗因素 可能都会影响 今天那个股市的了 那大家要留意啦 那今天没什么特别的了 那大家看着 回锋的公布业绩 究竟是怎样啦 不过呢 大家都留意 刚才再说多次呢 沽空比率都很高啊 那所以呢 大家要小心啦 看路啦 那如果 但是如果一开市的时候呢 起码有时要跌下去 可能有时 做回少少顶都不顶的 那所以呢 即使如果想看位的话呢 那就记得去 杜心炒股Facebook那里 那另外呢 就记得like我们节目啦 和subscribe我的频道 星期二得道 星期二日报 和星期二新闻集团啦 那记得做齐六部曲 运用这个无限loop大法 大家帮帮手啦 好 既然免责声明 本节目提及的内容 仅作为讨论分析使用 不作为任何买卖 投资推介 仅作参考 风险自负 多谢收听啦 拜拜